大家好,欢迎来到开市气泡线,我是Margaret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五发布的报告显示 上个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5万 低于预期,事业率攀升至3.9% 工资增速,环比放缓 其他分享资料显示 美国10月就业参与率为62.7% 私人非农就业人数录得9.9万人 计调后,制造业就业人口录得-3.5万人 平均每个工时录得34.3% 平均每小时工资月率录得0.2% 平均每小时工资年率录得4.1% 美国劳动统计局称 8月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从22.7万人 下修至16.5万人 9月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从33.6万人 下修至29.7万人 修正后,8月和9月新增就业人数 合计较修正前,低10.1万人 10月份非农就业总人数增加了15万人 增幅低于过去12个月 平均每月25.8万人的增幅 失业率升至3.9% 失业总人数为650万人 环比变化不大 黎世曼联储行长Thomas Barking表示 上个月就业放缓是劳动力市场正常化的可起迹象 但对于是否应该在自加息 他认为更多的取决于通胀报告 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料显示就业市场正在逐渐减弱 Barking认为这是那些不想看到在自加息的人所乐见的 还是等等看通胀资料吧 他表示劳动力市场正在进入更好的平衡 供应一直在好转 需求降温尤其是对专业人士 但对于熟练技术工的需求仍然旺盛 目前市场普遍认为加息周期结束 马斯克旗下XAI团队发布其首个AI大模型产品 Grock XAI表示Grock是一个博仿银河西漫游指南的AI模型 所以他几乎可以回答任何问题 更难得的是他甚至可以建议应该问什么问题 Grock会以略带机制和叛逆的风格来回答问题 Grock的一个独特而且基本的优势是 他通过X平台及时了解世界 可以回答被大多数其他人工智慧系统拒绝的棘手问题 但是Grock仍然是一个非常早期的测试产品 理想Q3共交付105108台 同比增加百分之二十百九十六 九月理想交付量为三点六一万辆 月度交付持续四个月破三万辆 十月九日至十月十五日 周销量突破一万 十月两周目前销量已达1.78万 截至十月二十七日 彭博一致预期 23Q3收入为三百二十六亿元 同比增加百分之二百四十九 毛利率为百分之二十二 南GAP规模净利润一致预期 22.9亿元 值得关注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开始期保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